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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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呢 有在關注自己的怪物的讀者們 粉絲們呢 有發現我們今年的 角色形象相遇 也有他自己專屬的PV 所以這支PV呢 也算是 音箱老師在2020 幫遊戲配音之後 睽違四年 再度幫哥哥 天晴配音對不對 好哥哥四年的配音 有什麼樣子 我覺得跟四年前的感覺 又稍微不太有 就是 你長大了 對… 也長大了 因為四年之間就是也包含自己 還繼續在學習演戲 還有再回去再繼續看一次 前情的故事 然後也覺得好像 對他的心裡的那個狀態更有… 更有感同身受 更有… 更有影響到我自己的感覺 所以也是自己的人生 也經歷了不同的故事 對…四年會經歷很多事 沒錯 沒錯 那我們來想要聽聽看 現場無人PV還原聽天晴 然後我們繼續獻聲一下 沒問題 我記得他… 他的PV台詞是跟文… 就是當下文是有關的 明明用的是一樣的蜥蜜和目露中 像一個味道 聞起來學甜甜的 謝謝… 謝謝… 所以我們在PV聽到那個吸氣的聲音 你現場是真的有… 現場沒有東西讓我這樣吸 可是… 你這麼空氣 但是我們會盡量去… 就是讓錄音是感覺得到我們是有在吸的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有… 因為當時導演的時候 就是跟大家說明一下 2020的遊戲是余政生老師導演的 然後這一次很榮幸 就是2024的香水PV是我導演的 對… 謝謝… 所以呢… 我們就是… 我們有特別讓音響就是跟他說 就是香水的文告嘛 所以… 當然要想像一下 真的去聞到的 橙的味道 喔… 會想怎麼樣 所以… 當時我們還沒有聞到這個香水 但是自己在腦中想了一下 嗯… 所以你們覺得… 因為你們有去想像 橙跟琴的味道嗎? 我覺得跟你們想像中的味道 跟實際聞起來有不一樣嗎? 喔…我覺得還是滿不一樣的 因為真正的香水聞起來就是更香 我們自己腦中的味道 可能會比較偏日常啊 可能日常上的那種感覺的味道 有吃完足球之後的味道這樣 有看… 剩下的味道才… 可能會有點太臭了 真的太剩下喔 清純… 對… 所以來這邊現場聞到這個香水的時候 其實滿驚豔的 是真的好好喝嗎? 對… 我… 我… 我自己覺得那個… 立底啊 千層的味道 它是… 充滿著花香 因為它的確… 你去看它… 喔… 大家盒子上都會看到它的… 呃… 成分有什麼 就是前調、中調、後調 然後像立底… 千層真的是用了很多種不同的香… 花香 什麼… 黑玫瑰啊 音速花呀 然後什麼葉來香啊 香玉什麼的 所以它就是很像是… 進到… 我自己覺得會很像是 某個花園的感覺 嗯… 然後某個就真的會比較… 呃… 當時無語嘛 所以是比較清澈 我自己有覺得有好像看到水啊 不管它是溪邊還是… 應該是溪邊 因為海會有… 鹹鹹的味道 對… 所以我感覺比較像是… 運動物的味道 就是有石頭的溪邊 所以我就覺得太酷了 就是哇… 真的 因為香水也是一種嗅覺跟記憶的連結嘛 所以可以這樣子… 不同的形式出現在我們生活當中 然後可以噴在… 不管是我們的棉被啊 枕頭啊 噴在漫畫上啊 噴在漫畫上啊 對 你就噴到這個角色就… 欸 牽情的味道來了 對 每一頁都不同的味道 對 就覺得非常的棒 剛才我們不是噴了一些在音箱的身上嗎 是… 我覺得再過15分鐘它的味道就會不一樣 所以到時候… 會變成中調的味道 對… 我覺得這個滿生氣的 真的耶 我也覺得好生氣 就是要等… 所以希望大家呢 回去拿到我們的角色喜上香水呢 都可以… 用在我們生活當中的各個場景 你會有不同的感受